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也有猎嘴女 不过跟日本的不太一样 台湾是还没长大的小女孩 传说如果你半夜 走在台南武飞庙附近的武飞街 看到一个小女孩 蹲在路边哭泣 或者背对着街道 静静地站着看墙壁 你千万不要因为关心 而上前跟小女孩说话 因为她是 网路上流传着许多篇 猎嘴小女孩的故事 迷上影就先来讲 发生在台南武飞庙的 那天晚上 我骑机车 载着朋友 经过台南人 都很熟悉的武飞庙 那里在知名的 新天地附近 这条路我们走过无数次 但是那天晚上 却异常的安静 似乎连空气都带着寒意 骑了一段路后 我看到路边 有个小妹妹 她蹲在地上 好像在哭 我就放慢机车的速度 停在小妹妹旁边后 上前关心 小妹妹 你怎么了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啊 你的妈妈呢 小妹妹停止了哭泣 慢慢地 将头 抬了起来 我们一看 差点被吓死 她的嘴巴 竟然整个裂开到耳朵 然后一直在那 对着我们笑 当我看到小妹妹 那恐怖笑容 一股寒意 从脚底 两道心 我的心跳声 跳到 我都听得到 我想也没想 就立刻 猛吹油门 只想赶快 离开小妹妹 在起来一段路后 我紧张地 问了后座朋友 她有没有转过来 朋友转回头一看 她在追我们 她在过来了 猎嘴小女孩 以守到的姿势 用那不可思议的速度 追着我们 而且偏跑 还偏发出 诡异笑声 我几乎把油门 吹到底了 但还是甩不掉她 在我觉得 快没希望时 看到前方 有一间超杀 一到停车位 我们几乎是 直接跳下机车 拼了命的 冲进店里面 我们传着气 告诉店员 刚刚遇到什么怪事 店员一点疑惑 不过后来 我们一起往外看 看到那个小妹妹 她就站在店门外 用那张 裂掉耳边的 可怕笑容 一直在那 对着我们笑 吓得我们三个人 躲在店里面 不敢出去 之后 经过像是 一个世纪 那么长的时间 天亮了 有客人 走了进来 我跟朋友 确定没问题后 才敢走出超商 走出门外后发现 那个小妹妹 早已经不见了 开头提到的新天地 为什么有名 据说那地方 以前是个刑场 住在台南的当地人 应该多少都听说过 那里的诡异传闻 有位曾在新天地工作的网友表示 他在那里工作一年多 在里面的员工休息室 吃饭时 总觉得有眼睛 在背后盯着他看 耳朵还不是传来怪声音 甚至东西还会 莫名其妙的 自己掉下来 更恐怖的是 有好几次 他很清楚地 听见背后 有人叫他的名字 那时 他还不知道 不能乱回头 结果转回头看 虽然没有人 也没有什么奇怪东西 但那天上班 上到一半 就突然发高烧 被紧急送医 还有另一个网友提到 他姐姐去新天地看电影时 无意间往座位下方看了一眼 竟然发现 有一个小人对他微笑着打招呼 而最令人毛骨手蓝的传闻是 晚上在那个喷水池里 有时会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在那洗澡 这些恐怖的传闻 使得新天地 被蒙上了一层 神秘的面纱 每当夜幕降临 冷风吹过 总让人 不寒而栗 或许 曾经在此 受刑的冤魂 至今 能在此地游荡 寻找贵宿 除了台南 出现过猎嘴小女孩 屏东也出现过 这故事是网友同事跟他说的 主角是他哥哥跟同学 那天晚上 哥哥跟同学 从屏东寺回来 他们是各自骑着一台机车 在出了市区 骑向一个叫 龙群的地方 这里的路灯很少 骑在黑暗的环境 让人感到阴森 之后快到内谱时 哥哥突然紧张地 对同学大喊 快 奇怪一点 哥哥的语气 充满不安 同学一听就知道 情况不对劲 没问 就立刻加速跟上 之后 他们在飙了 一段路后 终于骑到了内谱 当哥哥一看到 路边有些妈祖庙 就急忙停下车 拉着同学 冲进去 躲在庙里面 庙里寂静无声 只有他们 挤出的呼吸声 同学压力声音 问哥哥 发生什么事了 哥哥的脸色苍白 眼神惊恐 颤抖的解释说 我们刚刚 起到龙群的时候 我觉得后面 有些怪怪的 蓝肉听到 有女人 在笑的声音 哥哥就好奇的 转回头看 不看还好 一看吓死他 有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 她的眼睛 细细长长的 没有鼻子 整个嘴巴 还裂开到 快接近耳朵 从她那 血盆大口的嘴中 发出尖细的 狂笑声 一直在后面 追着我们 接下来 遇到 猎嘴小女孩的 是出过日本 恐怖石化的作家 紫树殿 她 亲身经历过 当时 我在那间 白货公司 担任翻译 协助日本展的摊贩 我非常好客 对日本文化 也很有兴趣 这种热情 让我在工作中 常常被他们 误以为是日本人 甚至把我当成 社内的朋友来对待 那天工作结束后 我跟感情友好的日本人 在白货公司 附近的小吃店 吃着宵夜 吃完后 大家讨论要去哪去摊 日本人提议 去按摩 毕竟来者是客 我就装很懂的 问日本人 是要普通的 还是黑的 这时 店里有位 好客的大叔 热心提醒说 不建议外国人 去黑的店 容易被诈骗 最后 我们就跟着大叔 去他推荐的按摩店 虽然两个小时 要两千元 不过日本人觉得便宜 我也就没多说什么 那时 已经是半夜两点 在前往按摩店的路上 只有我们的脚步声 和嬉笑声 突然听到 一个奇怪女生的声音 这时 日本人指着后面 大概200公尺远的地方 说那里有个小妹妹 因为我竟是 看不太清楚 站稳脚步 想仔细 看清楚时 大叔警告 我不要再看了 但没看到 快点走 原本是少年的大叔 表情变得异常严肃 这让我知道 是遇到 那颗东西了 我就敷衍地 让日本人 不要再想 小妹妹的事 后来 我们进入按摩店 日本人到楼上 做按摩 我跟大叔 则在楼下的 休息室等待 因为无聊 我们就点根烟 想放松一下 就在这时 点灯 突然 按了一下 我觉得奇怪 想问大叔 怎么了 点灯 又按了一下 门口的 自动门 打开了 我一跃看见 门口站着一个 小女孩 当我紧张地 转回头 想问大叔时 只见他 脸色苍白 默默地 拿出平安符 这时我就知道 发生什么了 虽然有点害怕 但我还是想 偷看一眼 结果要转头 看大门时 却发现身体竟然动不了 像是被固定住一样 但我觉得离谱 怎么连醒着 野人被鬼压床时 大叔就把平安符 往我脸上丢 然后 我的脖子 冷冻了 电灯 也恢复正常 门口的自动门 也关上了 但是 在快关起来时 突然听到 碰的一声 像是夹到人 还听到小女孩 痛苦的声音声 我问大叔 刚才是什么情况 他说 刚刚我想 转头看时 有个嘴巴 裂开的小女孩 站在我身边 对着我们笑 那瞬间 他就下意识地 把平安符丢过来 然后小女孩 就消失不见了 之后大叔 把平安符 打开来看 发现 里面的符子 已经整个 碎成小块 后来日本人 按摩结束 走下来 看见我们 脸色苍白 抽着烟 问说 发生什么事 我们只说 时间不早了 该回家了 当时 是四点多 他们就笑着说 真的有点晚了 离开时 日本朋友还说 台湾人 很有人情味 下次还要来晚 虽然 我没亲眼见到 烈嘴女 没有太大的恐惧感 不过之后 在天空的生日 跟妈妈 去拜拜时 还是顺便 收尽了 台湾的烈嘴女 跟日本的 虽然都有烈嘴 但是 却有着 巨大的差别 日本烈嘴女 会残忍地杀人 但台湾的烈嘴女 只是恶作剧 下下人 那为何 烈嘴小女孩 会在台南的 武飞庙出没 这或许跟当地人 觉得这地方 特别因有关 武飞庙这里 在早年 十分荒凉 可说是 杂草重生 连坟墓 都随处可见 是个乱葬缸 在武飞庙旁的 台南大学 当初在整修土地时 也常常挖到 人的骨头 老一辈的在地人 对武飞庙 更是心存敬畏 不敢轻易踏进里面 不过经过政府的整顿 墓碑也都清除光 现在已经有很多 咖啡馆跟餐厅 反而成了情侣 约会的地点 其实武飞庙 现在的地底下 还埋葬着很多坟墓 虽然师父当初 整顿时 有考虑整个挖出来 但出于敬畏 最终还是不敢 轻举妄动 看完台湾的 烈嘴小女孩 大家有什么想法 还敢在夜深冷静时 单独走在 武飞街上吗 也许在某个角落 烈嘴小女孩 正悄悄地盯着你看 我看上去的 我看上去的 你也许在某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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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